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国阵的代理人 记得国阵没有出去 咖啡猫没有参加 咖啡猫在家里看电视机而已 他连战都不用打 他只是拍单地的代理人 就是沙盟的GPS 今天有狂风扫落叶的大盛 获得损民的大量支持 其实作为西马的人 沙盗月的损举 我们真正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联盟的走向 因为西马很多华人 是关心火箭吗? 火箭会有什么表现呢? 火箭会不会吃鸡蛋呢? 希望联盟会不会吃鸡蛋呢? 这是我们西马的人所关心的 现在的情况 看起来呢 哎呀 其实今天比较直讲 就是要再等西蒙破蛋 等火箭破蛋 等到现在晚上9点了 但是听说好像刚刚破蛋 好像刚刚破一个蛋 所以啊 惨败啊 火箭啊惨败啊 沙拉瓦克华人 根本不要火箭 根本不要西蒙 所以每个地方的票数 我目前看到的是 哇嘞 输到啊 哇 这个 等下 安华也要去那个 陪那个他的师父了 在那个国家心态中心 这次真的输到啊 我跟你讲啊 所以啊 我只能讲说 这个沙拉瓦克华人 他们真的是醒来的 醒了 醒了 给这个火箭啊 狠狠的教训啊 几个本来不会输的 所以我们讲那几个火箭一定赢的地方 现在看起来的 不只是输啊 输到惨败啊 来 我们先看一下最新的update的那个成绩 看看一下 为什么西蒙会在这个沙拉瓦的惨败呢 当然要问问这个 我们这个灵北的孩子啦 啊 你诅咒 你诅咒沙拉瓦破产吗 啊 你诅咒他们破产吗 当时你是财政部长呢 你怎么可以去诅咒一个州政府破产啊 啊 结果呢 被人民啊 剁去啊 但是好消息啊 最新消息恐凤呢 恐凤呢 我现在拿到一个了 那个就是那边的主席 张建仁拿到一个罢了 这个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 所以刚才8点的时候 还没有算完西蒙还没破 但现在破了一个 一个罢了啊 恭喜恭喜火箭 恭喜恭喜火箭 终于拿到一个了 那么 刚才8点的时候 GPS已经42了 然后 接近9点的时候 GPS已经 confirm 55席 就是三分之二 多数一席呢 所以代表呢 GPS大胜了 所以真的是防风少落叶啊 防风少落叶啊 防风少落叶的大胜啊 那么今天的投票率呢 基本上不高啦 那么我觉得是很多人呢 放弃出来投票了 原本要支持火箭呢 应该是不出来投了 不出来投呢 也是一个 一个宣示 一个宣告啦 那么这个巴鲁比安呢 这个巴鲁比安呢 这个巴鲁比安呢 人家讲他是青蛙 青蛙子 但是他为这个新的政党呢 这个PSP呢 团结党呢 拿下他们创办的一个地席 所以呢 其实呢 少落叶的神举呢 就是GPS跟PSP比嘛 我们还认为呢 这个PSP还有一点看头的 但是呢 这个GPS也算太夸张了 西蒙呢 一早我就知道 他是准备过去吃鸡蛋了 但是 哎呀 不好这样讲啦 你看 你看人家 新的胆啊 这个PSP啊 他都破蛋了 他最少拿了一个 现在两个 据说他已经有了 世袭了 他的成绩呢 都永远的 远远的跑过西蒙 哎呀 如果之前讲说 那个西蒙 西蒙是鸡蛋的话呢 有些人啊 不知道为什么啦 西马的人很支持西蒙的啦 东马的人呢 是不支持的 这个 我们也知道这个月亮胆 在那边呢 就惨败了 100%是败 因为他只说一个一个就败了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现实人生呢 回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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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西蒙的安华 回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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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清楚了 一个情况了没有 只要东马的人呢 不支持你呢 你的首相梦呢 永远做不成的 不可能成为首相的 因为东马的人呢 已经把你呢 过去了嘛 东马人不支持你 你怎样做首相 少了华的人都不要你 你再做首相 没有啊 我有沙巴 沙巴的来跟你抢生意了咯 沙飞鱼飞过来了咯 沙飞鱼飞过来了咯 沙飞鱼飞过来就是跟你抢生意的咯 他说你安华不能做啦 我沙飞鱼来了 所以呢 真的 希望联盟这个篮子呢 这个篮子呢 应该是结束了 在这个安华跟这个LGE的领导之下呢 希望联盟呢 这要让我们呢 太过太过失望了 我们继续看 所以刚才是这样 张建仁呢 这个唯一一个火箭呢 会生了 现在恐讨的成绩是他已经生了 那么其他的火箭呢 暂时看见都是失败的 还没有讲其他的火箭 那么PSP的那个主机呢 他已经赠了 所以呢 大家追溯回这个两年多之前呢 他讲了吗 破产啊 现在人家GPS讲了 三年过去了 我们有破产吗 不但没有破产了 现在这一次的损举呢 损名支持我们啊 GPS啊 没有破产啊 你们新闻破产啊 吃鸡蛋啊 拿到一条萝卜罢了 哎呀 这个火箭真的是被水淹了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雨还没有停 我们还没有破产了 火箭都给谁淹了 不是开玩笑啊 没办法啦 因为他这个丑闻出来嘛 你看 这个 人家讲说火箭啊 你们要损火箭啊 我不知道啦 我们这里是西马的华人 一直过人家转 哎呀 火箭是打倒汤污 知道吗 一定要损火箭啊 火箭打倒汤污啊 那个巫童啊 汤污到这么厉害 你们年轻人啊 跟我损火箭啊 火箭打倒汤污啊 OK咯 很好咯 10%完了咯 不错吗 火箭只是拿10% commission 他只是要求10% commission 不错咯 的确是比那个 比那些好很多咯 不啦 10%就是汤污啦 1%都汤污啊 哪1块钱都汤污啊 没有汤污 所以跟你讲 姓林的这两父子呢 只要你们还有载火箭 你不要害火箭啊 你贪污就贪污啦 不要害火箭啊 虽然还要等法官来判这个 这个是不是真的啊 这个一切要等法庭来判啊 但是当人家讲你 有跟我讨 有没有汤污污 多几个你就知道了咯 有没有汤污 你讲你要打倒汤污吗 你自己做的时候你也是汤污 有拿就有拿的 其实是不可以拿的 你要拿人家汤污钱呢 那你就不要做官 就这么简单 现在呢 你把火箭害到这么惨 你几时推出啊 你不推出的话呢 哎呀 这个火箭啊 就是贪官无力啊 贪官无力就是火箭啊 哎呀 哎呀 这个 讲到这个西蒙啊 哎呀 回归现实啦 回归现实啦 所以 各位观众朋友呢 大家不要再把希望 放在希望联盟 放在火箭神山 跟有我讲的 暗华有在呢 那两个贪官污吏父子有在呢 哎 起不到的啦 那两贪子做贪官污吏 那个暗华 你就知道是他的弟子来的嘛 所以你叫沙飞于一下飞过来了 他说 马来人呢 可以没有巫统 因为马来人的确上一次没有投巫统啊 巫统倒台啊 巫统参败啊 马来人没有投巫统啊 那么华人可以不可以试试看不同行动的呢 啊 这沙飞于给大家的意见啦 看看我们沙拉瓦的 沙拉瓦的华人呢 已经很先进了 已经先走一步了 不要火箭啦 各位呢 两个贪官污吏父子有在吗 啊 所以呢 给人民多一个损责呢 所以有网友跟我讲呢 他说这个 沙飞于呢 会是一个纯新的C1 当然是C1 但是实际上呢 其实他过来西马呢 他也是来抢神秘罢了 就是火箭呢 哎 连钉钉都打不赢啦 现在 因为还要跟沙飞于打 啊 要跟这个 咖啡猫不用打了咯 咖啡猫就分咯 所以今天咖啡猫最爽的啦 他用代理人啊 在沙拉瓦他的代理罢了啊 代理人就可以把你们 西蒙打到吃鸡蛋了 否则哪一条罢了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证明呢 这个西蒙呢 真的是大势已去的 大势已去的 接受 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啦 啊 西蒙最惨的地方呢 就是他连首相的人神都没有哦 比较还要去跟马哈叼借 哎 马哈叼啊 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首相啊 你借一个人给我们做首相咯 哎呀 这个马哈大帝听到 哎呦 没有人可以做首相 你跟我借首相啊 没人可以啦 没人可以啦 结果呢 他就坐上那个首相的位置咯 所以现在写一本书咯 哇 这个西蒙啊 建一个部长要给10万啊 这个西蒙啊 这个西蒙啊 贪光乌力啊 西蒙啊多么贪啊 哎哎哎 他写的书 他写的书 哎呀 哎呀 放弃吧 这个 所以这次沙拉瓦的神举 要告诉我们了 这个反对党 这个西蒙啊 哎呀 你们快点 你们不要再认人民有希望了 不是你们 不是你们啊 不是你们啊 他不总会倒台呢 我真会倒台呢 不是你们就对了 大马呢 需要一个新的反对党的联盟 新的够强的联盟 新的够让人家有信心的 一个新的联盟 就是不是你咯 总算都没有 总算都没有 还要去跟马哈大帝 借了 现在 你们自己也是抗官乌力 所以呢 沙拉瓦的人民呢 谢谢你们今天投票 谢谢你们呢 告诉了 我们呢 在弥漫中的这个大马人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方向 谢谢你呢 谢谢沙拉瓦的人民呢 让我们清醒 谢谢沙拉瓦的人民呢 让我们呢 回到现实 回到现实 好 大局已定了 所以 再怎么outdate呢 也不会有太大的新闻的 所以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回再见